什么也不做,只需每天检查一下电子邮件,即可轻松赚钱。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快速赚钱的方法,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节目。 因为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CPA赚钱方法。 每单净赚5美元,每天收入125美元以上。 你只需完整看完本期视频即可在今天开始赚钱。 在网络营销的概念里,CPA,也叫Cost Per Action,中文解释为按照行动付费。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你可以通过以下的营销流程简单了解一下CPA的赚钱方法。 首先,你需要申请一个CPA项目,项目方会按照实际注册的人数为你支付用金。 假如你成功推荐一个用户,这个用户在某个网站注册了一个免费账号,你就会获得一定的用金。 不同于联盟营销的按比例分成,CPA则是按照你实际带来的注册数量发放用金。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同样的100个流量。 联盟营销的转化率往往在1%至5%左右,而CPA项目可以达到10%以上。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大部分CPA项目只要求用户免费注册一个账户,而联盟营销项目则需要用户购买其商品。 所以,免费的服务往往会快速获得大量的用户。 作为一个推广者,你的任务就是推荐新用户注册账号,并获得用金提成。 在简单地了解了如何通过CPA项目赚钱后,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通过推广CPA,每天收入100美元以上。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本频道为您带来最新的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帮您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的节目每周准时更新,帮您把握住最新的网络赚钱趋势和风口。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本频道,欢迎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了。 如果你喜欢听有声读物,就一定知道Audible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Amazon下属的有声书应用程序。 Audible为其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付费服务,只需订阅Audible的高级会员,就可以畅听数以百万计的有声读物。 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Audible推出了自己的CPA项目。 只要你是亚马逊联盟营销的成员,就可以推广Audible的会员服务,并获得每单5到10美元的用金。 打开Audible的联盟营销项目介绍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Audible为营销者们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推广方法。 打开其用金明细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推荐了一个免费注册Audible的新用户,你就会获得5美元的用金。 如果你推荐了一个付费用户,你就会获得10美元。 下面,我们就来推广这个项目赚钱。 首先我们需要注册成为Amazon联盟营销的用户。 Google搜索Amazon Associates Central,就可以找到注册页面。 点击注册按钮,填写一下你的基本信息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注册完成后,你可以在后台找到Audible的推广链接。 点击Get Link按钮,就可以得到自己的销售链接。 Audible的推广方法有很多,比如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博客、YouTube频道,或者社交媒体账号进行推广营销。 你只需发布和Audible相关的内容,然后引导客户到Audible的注册页面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成功注册了一个免费试用账号,你就会获得5到10美元的用金提成。 除了以上这些常规的推广方法,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个更加快捷的推广技巧。 使用这个方法来推广Audible,你当天就能获得大量的注册并赚钱。 那就是利用自由职业者Pico Workers工作平台来获得精准流量。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简单地介绍了Pico Workers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以小型任务为主的自由职业者平台。 你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完成小任务赚钱,又可以在这个网站发布任务。 现在,我们就来利用Pico Workers快速推广Audible CPA项目赚钱。 你只需每天支付5美元的用金,即可为你带来20个以上的注册,净利润在100美元以上。 打开Pico Workers的网站,点击注册按钮,输入你的邮箱、密码、国家以及用户名即可快速注册成功。 注册成功后,登录到后台,我们可以在最上方切换成为任务发布者Employer或工作者Worker。 首先,把自己的工作状态转换成为Employer状态。 点击发布任务按钮,即可发布任务,我们可以把任务的用金设置为0.2美元。 任务名称为Audible,Sign Up。 任务的流程为完成注册Audible免费账户,流程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参与者点击你的销售链接进入Audible。 第二步,点击FreeTrail按钮进行免费注册。 第三步,注册成为Audible的免费用户,并接收注册成功确认邮件。 第四步,购买一本免费有声读物。 第五步,试听30秒。 我会把这个注册流程放到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完成后,参与者必须提供注册成功邮件的截图和下载有声读物的截图。 当一个参与者完成了任务并截图成功,你就可以在Amazon的后台收到注册成功的信息。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5.5美元的收入。 其中包括5美元的新用户注册奖励和0.5美元的下载电子书用金。 由于PicoWorkers的参与者非常多,所以你每天只需支付5美元的费用。 完成任务发布后,你什么也不用做,就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为你完成注册的任务。 你只需在邮箱里检查这些参与者为你发送的截图,并发放用金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udible注册的任务刚刚发布,就已经完成了10个。 也就是说,这位发布者已经在短短一小时内就获得了50美元以上的CPA提成。 现在,你只需按照这个步骤,首先注册一个Amazon联盟营销账号。 然后在PicoWorkers发布Audible注册任务。 发布完成后,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帮你完成注册。 这个小技巧可以为你带来每天20个以上的CPA用金,100美元以上的收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你认为本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大家点赞并关注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